从2013年底开始 一些常逛网店的朋友 突然发现 网上搜索频率最多的是 千宋一同款 而炸鸡店也推出了 炸鸡加啤酒的套餐 仿佛一夜之间 千宋一就出现在了 我们的生活当中 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聊 千宋一的扮演者 韩国演员全智贤 感谢观看 提到全智贤 不得不提的一部电影 就是2001年他主演的影片 我的野蛮女友 这部电影和其他所有 韩国电影的区别在于 它是一部完全由经典场面 组成的电影 直到今天看来 依旧不会过时 然而如果没有全智贤 这部影片可能 并不会这么成功 全智贤扮演的野蛮女友的形象 完全颠覆了韩国影视作品当中 常见的温柔淑女 而成为韩国独立新女性的代表 那一头乌黑亮丽的长直发 以及坚硬无比大的男友 找不到北的拳头 可以说 她可是女汉子的鼻子 这部快智人口的 我的野蛮女友 使得年轻的全智贤 迅速成长为韩国和亚太地区 几乎首屈一指的女王级的艺人 一时间那可是 奉口十足 商机无限 但是马不停蹄的穿梭 在商品之中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那就是过量的商业活动 影响了她的艺术世界 虽然在继《我的野蛮女友》之后 她有接拍了《野蛮师姐》 曾是《超人的男子》 以及中国参与得拍的《雏菊》等影片 但是表演成绩都不深理想 观众反应平平 对这些 全智贤也曾毫不掩饰地坦诚 作品的不成功 以及累积了近四年的表演空白期 令大众感到难耐和质疑 对此她感到愧疚和抱歉 2008年 由于此前作品的频频遇冷 再加上发胖等因素的困扰 曾经亲受可人的野蛮女友 已经不复当年的风采 于是为了寻求全新的突破 全智贤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向后选择了《小叶刀》和《雪花蜜扇》 两部由中国参与投资拍摄的跨国合拍的影片 在这两次跨国合作当中 大秀英文和挑战动作戏的全智贤 尽管得到了演职人员的一致认可 但是却未能俘获观众的芳心 这也令全智贤不无遗憾 于是有人说全智贤的全盛时代渐渐落幕 那个曾经在韩国影坛留下浓墨重彩的全智贤 陷入到了自己的瓶颈 在2010年 全智贤与共事了13年的老东家解约 其实全智贤和这家公司并不是全无感情 因为从还是17岁的中学生开始 他就被招致麾下 从街拍广告到主演惊天动地的我的野蛮女友 这个老东家不可谓不偏爱他 但是随着后期公司对他发展和选择的过多的介入 甚至爆出了窃听他私人电话的丑闻以后 终于令全智贤下定决心 正式和他脱离了关系 之后全智贤毅然成立了自己的经济公司 而这在韩国的娱乐界几乎是一步险棋 单飞后的全智贤将精力集中在对作品的选择上 那首部戏约便是和大导演崔宗勋合作出演了他的新作 叫做《夺宝联盟》 在拍摄《夺宝联盟》的过程当中 全智贤为了完美地达到高难度镜头的要求 几乎是吃尽了皮肉之苦 但是他却毫无怨言 《夺宝联盟》在2012年暑期档上映 一举刷新了由汉江怪物保持了六年之久的 韩国电影最高观影人次的记录 随着《夺宝联盟》的大卖 全智贤也成功地转型为动作女星 并且马上投身到了黑色故事王柳成婉的谍战大戏 《夺宝联盟》的拍摄当中 《夺宝联盟》成为2013年度最具关注度的女星 这一系列华丽动作 彰显了全智贤的淡定和魄力 当然也再次为那些准备咸鱼翻身的艺人 做足了表率 不管之前有多风光或者多沮丧 找准机会便有柳暗花明的一天 2013年底 33岁以为人妻的全智贤 回归小盈婷 接拍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 这是全智贤14年以后首度重返电视圈的作品 也为全智贤带来了第二个事业高峰 作品讲述的是国民顶级女演员千颂一 与《来自外星球的朝鲜时代》的生活了四百多年的神秘男子多敏俊的爱情故事 该剧的导演曾经说过 千颂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她虽然是一个帅真坦率的女生 但是作为巨星的她也经常会感到不安和高度 这是一个非常多变的角色 她会胡搅蛮缠 也会突然变得非常的真诚和单纯 她烂醉疯癫的时刻让人捧腹大笑 而伤感垂泪的时候令人我见油脸 所以饰演这个角色 演员一定要能够做到瞬间转换自己的感情和表情 而全智贤不计形象的演出和如行云流水般 而又富有爆发力的演技 可以说是激进完美地诠释了这个角色 让这个角色在银屏上变得非常的丰满立体 也让观众瞬间爱上了这个 叫千颂一的女孩 综观以前的韩剧套路以及角色的塑造 女主角在无形当中都是成了男主角的衬托 那一个又一个的韩流明星 都是男主角们在火热聚集结束之后的一项殊荣 而女主角们的热度则会随着聚集的结束而退去 但是来自欣欣的你当中 尽管金秀贤饰演的都敏俊教授 被当作了完美男友来打造 他翻转时空 他深情专一 而且帅气多精 但是 全志贤饰演的千颂一 似乎更接地气 且不提让一众女性粉丝们感叹的 哎呀 穿个麻袋都那么好看的华美造型 单看那些夸张 但又绝不失丰范的到位演技 还有女演员万分忌讳的和弟弟搭戏 他都能信手拈来 令人毫无年龄的违和感 那这些都让全志贤在2014年仍然稳坐女神的宝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学来报到 如今的钱志贤已经嫁人成家 但是他仍然坦言 事业是他婚姻生活的一部分 钱志贤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 从一线红星到了票房毒药 又从野蛮女友 变成了二千女神 人生就是这样 从高峰到低谷 在努力地从低谷攀回高峰 于是他的经历 也因此有了标本式的意义 永远保持一颗向上向善的心 永远面对 坦然接受睿智改变 这样成功和幸福 就会再次来敲门 聚焦韩国女演员全志贤的演艺历程 欣赏品出精彩 听韩剧主题曲回味曾经感动的瞬间 综艺速递全新亮相 国际综艺资讯一网打尽 一览天下 精彩永不消失 梦想从未停飞 请不吝点赞订阅